来源 杨诚网报 昨天下午 广东红远队吹响集结号 除在美国疗伤的一键连 以及正在打青年联赛的胡明轩 李松意外 所有队员全部到位 宣告新赛季的备战正式开始 大小外援全部更换 送走三名全力新兴 95后球员多达9名 趁江华退役 仅于三名老队员 华南虎的新赛季将从新开始 送救人迎新人 上赛季总决赛被新疆队横扫后 广东队痛定思痛 决心对阵容进行大刀阔斧的调整 加速年轻化进程将目光放得更长远 在竹方宇退役担任俱乐部总经理后 曾经的追风少年陈江华 昨天也在微博上宣布退役 随着时间的退役 在我发现需要越来越长的时间 才能让自己的膝盖双腿恢复到比赛状态的时候 在每场激烈的比赛之后 肿胀的膝盖甚至让我无法感觉到双腿的存在的时候 我会想 我的球员生涯是不是该结束了 退役后 陈江华将担任领队兼助理教练 在篮节公布的新赛季报名名单上 广东队警报了13名本土球员 在所有20支队伍中人数至少仅次于新疆队 他们当中只有一件连汉州彭是80后 中生代也仅剩州战东和任俊飞 其余9名球员全部都是95后 这样的新阵容能取得怎样的成绩 朱芳宇心里也没底 进入季后赛事最基本的目标 因为队伍的变化比较大 加上年轻队员越来越多 球队越来越年轻化 进入季后赛以后 我们再踏踏实实去冲击更好的成绩 朱芳宇还套路了三年目标 我想每一位球员教练球队最高的目标都是夺得总冠军 但我们只有踏踏实实的做好自己 才有可能向更高目标冲击 我觉得要用三年的时间来培养他们 像赵瑞 胡明轩 都是计划中非常重要的成员 大家也都看到他们在夏天的表现 他们在同龄人中都是比较突出的 球队对他们的期待也是比较大的 对于他们的要求也会相对更高更严 送走高尚 董汉林和赵天忆等三名青年才俊后 广东队从青年队掉入多名全力猩猩 朱芳宇表示 这是为了让他们得到更好的锻炼 我们每场比赛都是只有12个报名名额 如果一个赛季下来没有太多伤病 13名本土球员已经足够使用 他们也会有更多的上场时间 虾脚和肉丛包 外员尼克尔森和杰克逊刚刚到队 从昨天第一次训练的情况看 他们已经与队友相处得非常融洽 朱芳宇透露 他们来到东莞后的欢迎研究室喝广市茶 这一顿过后 两名外员爱上了广东点心 还给自己起了外号 尼克尔森自称虾脚 杰克逊则自称肉丛包 还告诉队友欢迎以后用外号 第一堂训练克练的是体能 很难看出两人的水平 但他们对即将开战的CBA充满信心 尼克尔森坦诚对CBA并不了解 但早早就听说过一见连 他在森林郎呆过一段时间 哦是熊鹿 他不好意思的笑了起来 曾经的西班牙联赛得分王杰克逊 显然更了解这里的一切 我知道宏远队是一支实力强大的队伍 如果不是这样 我不会加盟这里 正是因为这支队伍足够好 加上有一件连 才吸引我到这里来 杰克逊是广东队的第一位欧洲外员 他对自己的实力充满信心 我在西班牙联赛打了三年球 一直是首发球员 一直是联盟最好的得分手 对于得分能力 他还自豪地表示 但是对得分来说 这是我与生俱来的能力 除了得分之外 我也会给我的队友 创造尽可能多的得分机会 关于防守 如何引导年轻球员变得更好 我也会去努力做这些工作 我觉得球队有这要多的荣誉 我自当不入使命 为球队提供更多的帮助 杰克逊已经开始学习中文 朱方宇笑着说 希望三个月以后 他能用普通话接受大家采访 阳城晚报记者周方平 发自东莞 晚安 時 感谢观看